这是北京居士问的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业障频频现行 是表示念佛有功夫吗 这个也不一定 有些人这是业障线前的障碍用功 这是大多数 功夫用到很得力的时候 业障线前的可能是来考验你的 谁来考验 你的过去身中的冤亲债主 你用功不得力 他不来找你 因为他知道你出不了三级 你还是生死凡夫 他慢慢等着你跟你算账 所以他不着急 你功夫用得很得力 快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慌了 这个时候他赶紧要找你麻烦 希望把你阻碍着 这个就是功夫得力的现象 一般这个修行 在功夫得力的时候 往往都有这些现象发生 但是我们很清楚 很了解 如果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要跟冤亲债主谈条件 希望他不要来障碍 我们修行成就了 往生到极乐世界 回过头来就来读他 这个条件非常之好 一般他都能够接受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能力弗度众生 所以要懂得这个处理